2023.5年式的Defender D250 110版本的 新車價300萬 它新車價選完後300萬 然後跑14000公里 全車原版件 我們現在的收購價格 股聲要不要幫我配一下 215萬 哈囉 大家好我是喬納生 你今天要幹嘛 今天我們要來收車 我們要來收一台 算是應該我的夢想車 應該在三年後會拍這一集啦 我期許自己啦好不好 之前我在別集有講過對不對 我自己想換的車是什麼 像是Supra Z4嘛 敞篷跟沒敞篷嘛 另一個的車呢 今天就來了 就是我們的所謂 身為一個男子漢 身為一個男子漢 這樣子的身材 這樣子的漢臭 配上這個 你說合不合適 但是我跟你說 Defender這個車啊 在我身旁這一台 就是2023年 柴油版的Defender 110 D250系列 我必須講在市場的波動 真的算是蠻大的 今天就來公布一下 最新的Defender現在的行情 大概在哪邊 但為什麼我會說 其實價格會落差很大呢 其實我們知道 在Defender剛推出的時候 2021年 當時你知道 加價的車呢 跟愛馬仕一樣 你知道一台車落地 那個時候的行情 大概都是加10到15萬不等 甚至20萬的 我都有聽過 為什麼 因為當時碰到了疫情 缺車缺晶片 那時候定Defender 基本上就大概是等一年左右 當時因為 你知道那個叫物以稀為貴嘛 增多週少 所以其實造成的價格 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隨著這幾年 慢慢 晶片這些供應都正常以後 現在算是一個校正回歸了 算是一個合理的二手車架了 我要講解之前 先讓大家知道有一個概念 你知道Land Rover 其實蠻硬的啦 我只能這樣講 其實像Defender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沒有錯 新車應該是268萬 後來在2022年的時候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拔晶片 拔配備 它把重要的東西全部拔完的 Keyless 數位儀表板 大螢幕 電子後視鏡 很多重要的東西全部都拔掉 但是 它增加一個東西 無線手機充電 但是大家一定會想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也沒關係 拔配備嘛 價格比較低 不好意思 那個時候 除了拔這些配備之外 還加了2萬元 我不只是單純的拔配備 我還漲你價 2023年以後 陸續的還是漸漸的在漲價 到了最新最新 現在的話 2024年 他們從D250 改成了D300這個型號 那當然馬力有增加了 但重點來了 價格又漲價了 漲到了多少 一口氣加了28萬 半台Yaris的概念 它的車子的調校 馬力不同 從249匹 我記得到300匹 但是這樣漲的 好像真的還是有一點高 我剛剛一開始有說嘛 這我同學的車嘛 它當時其實在買的時候 我就大概跟它講了 2022年它訂車的時候 如果那個時候 它趕著交車 會碰到哪些情況 所以後來 它就改造了2023年出廠的 2023年出廠之外 我跟你說 又不一樣 第一次聽過 在model year裡面 還有.5的 它有分23年式 跟23.5年式 你知道我從來沒看過 分得這麼細索的 社會為什麼亂 災納為什麼這麼多 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當然中間的配備 又有些不同 價格又有些不一樣 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全部是空車的價格 不包含選配 Defender也是一個 非常非常吃選配的車 它加到最後啊 基本上 金跟保持錢是同樣價格的 選配置於哪些東西是重點 如果你現在預計訂新車的 我跟你講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吧 走 跟我說其實最開始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最care就是 數位移表板的部分 它在當時其實在拔配備那一年 它把數位移表板拔掉了 改成紙真式的 後來 它又把它加了回來 半數位移表板 轉數表跟時數表還是指針 但中間變成是小的數位 今天我們要看的這一台 它就是改為全數位移表板了 但是中間的螢幕 又變為小螢幕了 因為它還有大小螢幕之分 那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最重要的選配在哪個地方 Defender其實最吃三個東西 第一個 有沒有氣壓選掉 第二個 全景天窗 第三個 有沒有選越野套件 它的越野套件是什麼 不是真的讓你越野 是讓你多了一個差速所 去涉水 或者是一些offroad的時候 其實會讓你有更安全 而且更好開 然後再來 全景天窗 這個東西是你之後有錢 你也改不到的 因為畢竟這已經是含在車體裡面的 所以這一台車 其實在當時 它跟我詢問的時候 我大概就跟它講 哪些東西是必選 哪些東西是不要選的 我同學它只是在市區開一開而已 所以它就沒有選一個套件 不過它全景天窗跟氣壓懸吊 都有選 所以基本上它三寶也符合了兩寶 現階段收車 這三寶你都有的話 我跟你說 落差了十幾二十萬 是會有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 因為如果你沒選配 我老實講 我們都還不一定想收 因為根本賣不掉 它有沒有適合QK的選配 我記得在選項裡面 有一個那個Motel套件這樣子嗎 照得住喔 而且除了剛剛的內裝啊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外面 你會發現 這台車的顏色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它貼了全車的消光犀牛皮 像Defender這張車的大小貼下來 它那時候說的啦 貼了好像十六七萬左右啦 貴不貴 我坦白講 其實這個價格算蠻合理 因為畢竟這個車這麼大 而且這麼多的折角 那它為什麼會選消光的 因為它就是仿V8的那個顏色 V8的版本 就是只有一個消光黑的顏色 整車除了它貼青的皮之外 它也做了黑化的套件 像是在輪拱的部分 它也把它換成了原廠的黑的 後視鏡 邊條的部分 很多鍍鉻的 它把它全部包成黑色 它其實當時還是有拔了一些東西 電吸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拔開的時候 你是要手動把它關起來 它並不是自己吸的 後面這些也是越野配備啊 真的是孤車 東西都還沒收 還是這樣 如果等一下價格談好 把這些包在一起 算在一起好不好 這一雙也兩三萬耶 買車就送後面配備 怎麼樣 其實後車廂的空間 你基本上來說 它沒有選七人座的話 後面還是很大的 Land Rover它有一個 我覺得算是蠻實在的地方 它的選配價格 其實跟其他的 歐系車來說 都不算貴 其實當時的Defender 都標配了矩陣式頭燈 但是在後來的車出來 全部拔掉 這一台還有選 四萬 四萬很划算 你看你雙B選的那個雷射頭燈 多光速要多少錢 OK 好啦 配備確認完了 現在最重要的環節 我要去跟它談價格了 車不用看板件嗎 你知道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也是會偷懶一點的 因為第一個 車主我同學 然後再來他連險都沒出過 車子也沒有任何的事故 他可以用信名單吧 他說如果有的話 房子直接抵給我 那我們期待拍那一集 所以搞不好等一下突然發現 我會做認證發現有問題 直接現賺一棟房這樣子是不是 好啦 朋友啦 好啦 那我現在進去跟它 談價格吧 有沒有買到 或談得怎麼樣 我回來揭曉 走 我先上去了 OK 好啦 結束回來了 我們剛剛有簽約成功 金金也付了啦 2023.5年式的Defender D250-110版本的 新車價300萬 它新車價選完後300萬 然後跑14000公里 全車原版件 我們現在的收購價格 股升要不要幫我配一下 登... 215萬 其實現在來說 現在的市場 第一個 當然它已經碰到了改款 當然漲價了 然後再來 其實Defender這個車 為什麼行情會一直有往下掉的感覺 不像一台那麼熱門 因為為什麼 喜歡的人已經嘗鮮完了 該買的都買了 所以現在喔 想要買的 預算沒有那麼高的 想要買二手的 但是 當你250-60萬的時候 跟300萬 其實差距又沒有很大 這對我們還是有點距離 所以 它的價格 它剛好卡在一個200萬 300萬 我們賣200多萬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利潤吧 所以回推回來 我們的空間在215萬 那你預計賣給你的粉絲多少錢 我們開價開在244萬 244.8 你知道 客人來總是會做一些事嘛 所以成交價還讓我們有一點 可以彈的空間嘛 這麼開心 當然啦 因為其實坦白說 已經好有一陣子沒碰到 那其實現在在一個 新價格裡面 終於讓我碰到了 所以今天我就把你們給摳出來 實錄一下這一台車了 好不好 所以假如喜歡這一台車的呢 可以私訊我的官方LINE 基本上都會有專人幫你回答 那假如你有車要賣的呢 也可以私訊我的官方LINE 我會親自來為你答覆 好不好 那這一集就到這邊啦 我是喬拉森 喬拉森收車 收你手邊所有的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